记者罗子新台北报道,最近Lulu刚从帛琉度假回来,趁休假尾声去看五月女贵子的逆袭展览,一线身引起现场观众骚动,看到搞笑公仔,整个少女心大开拍不停,搞笑说心还在国外,极由看展来收心,本来想说直接穿比基尼来看展,但好像太不适合了,应该会被丢出去吧。 谈及如何舒压?她笑说,会像那笔小心里的妮妮一样,回家打娃娃玩偶,看不出来我会这样吧,Lulu看展难得展现俏皮一面,透露本来想去隔壁看小山寄信老师的作品,但看到五月女的展场,觉得实在太舒压,比较适合自己。 笑说,我觉得自己跟五月女贵子还蛮像的啊,可以俏皮可爱又可以QSO高怪,可能哪天我也可以办个Lulu黄露紫音的逆袭展览呢。 另外,她近期会主持新节目,至于音乐作品目前正规化当中,预计明年会有新作品推出。 Lulu,左,近看五月女贵子的逆袭展,少女心喷发猛拍照。 宽宏提供 Lulu,左,近看五月女贵子的逆袭展,少女心喷发猛拍照。 宽宏提供 Lulu,左,近看五月女贵子的逆袭展,少女心喷发猛拍照。 感谢观看